今天吃什么?我们来准备一个情人节的晚餐 您不管是在西洋的情人节还是中国的七夕 您都可以在家准备个晚餐 那么今天我讲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菜品怎么样摆盘 怎么样让它更漂亮 至于说这个菜的主体 您可以选择对您有意义的菜 或者说您喜欢的菜 下面我们就边做边学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摆盘之后的效果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黄瓜一根西红柿三个 首先把黄瓜抛成这样的包片 一会儿我们就要用这个黄瓜片 来编织那个绿草地 刚才看到我们在上面不是绿草地 上面是两只天鹅嘛 我们用黄瓜片来编绿草地 先把这个黄瓜片横向的排好 再把纵向的这个放上去 然后隔一个压一个 然后再放下一条 这个摆盘的方式呢 主要是为了体现出来这个绿草地和这个天鹅 另外一会儿您看到的两只天鹅呢 是面对面啊 胸贴胸 然后呢 两只头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心形 也正适合这个 青春节的 这个想法 所以呢 这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摆盘装饰 至于什么菜 那个您可以根据您的 具体情况 比如说啊 我们什么时间吃过有意义的 什么餐馆的 什么菜 哪怕您把它买 图购买回来之后 再装到您这盘里的那也可以啊 那意义在这嘛 编好之后 我们把这边多余的这部分给它切掉 让它比较漂亮一点 方方正正 然后呢 再把您这个编好的这个 绿草地 给它移到 您所要装到那个盘子里边去 然后小心的 给它移走 注意这个位置 在什么位置合适 我们要放在这 因为放下去呢 它就会贴到这个盘子上面 您要再挪位置就不方便了 所以要考虑好 放在什么位置 我那是要放在这 然后呢 准备天鹅 拿一个西风柿 先从侧面切掉大概五分之一的位置 切到这块边扔还有用 然后从它背面大概五分之四 差不多这个位置 纵着给它先垂直切一道 不要切断了 也切到跟底下大概差不多五分之四的位置 然后把这个西风柿呢 转九十度 在这边再切一道 就等于说你给它切一个 这个直角的一个方块下来 把这段切下来之后 在同样的办法 在切 拿下来这块的 三分之一的位置 切一道 转九十度 再切一道 然后剩下的 那个 切下来那块 二分之一 再切一道 这样您等于切出三块来吧 一会儿这个就是那天鹅的翅膀 因为这个蔬菜的雕刻摆盘呢 更多的是取它其中的形象和意义 不太可能做出太具体的那个外形来 但是您一看 这个意思有了 您看 这不是天鹅的翅膀出来了吗 您别叨急 说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尾弯 那时候冲前不好看 您别叨急 一会儿两个天鹅脸对脸 正好贴上 看不到了就 您要是把那个冲后 那您从侧面一看 那就不漂亮了 刚才咱们切下来那块 把它整理一下形状 再用剪刀帮忙 给它剪出巨齿形的边来 这个就是天鹅的尾巴 再剪侧面 剪好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天鹅的这个 后腰这个位置上 就是您要装它的位置 给它切个槽 把这个天鹅的尾巴镶进去 两个都镶好 再拿第三个西红柿出来 把中间 专门找那中间有地的那块 把它切成一个薄片下来 然后用小刀 把那个地给它切掉 就是形成一个尖角 然后用这个小刀 再把这个天鹅的脖子和头 给它削出来 就是把中间这部分挖掉 我们留边上这个 像这样 您看 您看着它呢 是一个心形的结构 一会儿这就变成天鹅的脖子了 在天鹅眼睛上 这个位置用绿豆 给它装上两只眼睛 您不需要两边都装眼睛 就一边就可以 因为将来您这牌摆好之后 它这个是有一面向着 所以说这面 摆好这个眼睛就可以 对 就像这样 然后在天鹅脖子的位置上 再给它切出一个槽来 一会儿咱们这脖子就安在这 再准备两根牙签 就像这 那就是槽出来了 然后用侧面 把那个牙签插进去 把这个天鹅的脖子给它锁住 然后面对面摆在一起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漂亮 至于说里边摆什么菜呢 刚才咱们说了 您自己决定啊 今天我里边放的是蒜姜排骨 其实您现在放什么菜 并不重要了 这个情人节的气氛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您也谢谢吧 您也谢谢吧 感谢观看